今天有六款不同來自北海道的麥瓜 試試配我們兩款不同的香檳 這個先吧, 感覺很水潤 這個就是日本麥瓜的特色 很甜, 很汁 感覺是比赤身的硬 清爽一點, 沒那麼甜 對, 赤肉的那種太甜 所以我試一試配這個 沒那麼甜的香檳 我也是喜歡青色的 青色沒那麼甜, 吃得多一點 是… 我想日本的麥瓜普遍來說 都非常脆汁 日本生果追求甜度 無論是士多啤梨、麥瓜、提子 相比剛才我們第一種吃 它沒那麼甜 是 那種肉質也比較硬 如果你不想吃青色的麥瓜 這個是挺好的選擇 是 肉分了不同 是 品種的軟硬也不同 其實它已經有十幾款香檳可以選擇 配Rosée會有點濃 Rosée本身很甜 是 配香檳好很多 是嗎? 本身要清一點 是 甜的配清的會比較好 對, 整體來說 好像麥瓜配香檳對我來說比較適合 因為這裡完全沒有酸味 是… 對, 酸和甜是很完美的配合 而且它又不會太甜 它蓋上麥瓜的甜味 對 我單可以嘗嘗這個刨冰 這隻麥瓜很漂亮 它一個個球切出來 很清甜, 很滋潤 這個真是入口即溶 對, 就這樣吃一個可以當一頓 其實在皮裡已經知道 這是很漂亮的皮 通常選麥瓜 網民很均勻 越均勻越漂亮 吃麥瓜又可以喝香檳 可以在這麼舒服的環境裡享受 真是一大樂事 乾杯… 芳兒,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 日文叫做Aoike 中文叫清池 Aoike在日文的意思中 是藍色的意思 中文叫清池, 有什麼叫藍池 你覺得這個水港是藍色還是清色? 應該視乎你幾點來看 這個清池為什麼會形成 因為附近有一個十性惡的火山 經常會火山爆發 為了防止泥流或山泥傾施 影響這個地方 當時建了一個爛殼體 有些泉水流進去 所以就變成一個湖 這是火山的禮物 對, 泉水裡有很多氫氧化鋁 再加上跟本身的泉水 即是硫磺混合了 變成粒子, 就會反射陽光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藍色或青色 我們來到四面環海的北海道 當然請你吃北海道的三大名蟹 有松葉蟹、帝王蟹和毛蟹 對, 先吃清蒸毛蟹 好… 試試試蟹腳, 謝謝 我不客氣了, 我吃蟹腳 有很多蟹黃 這是蟹醋的 很甜, 你的蟹腳如何 我這隻蟹腳很鮮甜 我覺得可能不點更好吃 不點更好吃嗎 對, 蟹黃很甜 我喜歡吃蟹鍋 用清蒸的方法是最好的 醬汁不會流流 而且我聽說蒸的時候 他們會把蟹蓋向上 因為最珍貴的蟹膏附著流水 讓我嘗嘗這個松葉蟹刺身 好 入口即溶, 非常好吃 松葉蟹的這個沙布沙布 好 肉很鮮甜 還有肉, 像這樣吃都可以 不用怎麼學東西 你覺得這個煮熟了的松葉蟹 比較好吃 還是剛才的蟹蟹比較好吃 男生喜歡一口肉 蟹蟹的肉比較少 我自己喜歡多一點肉 這個長腿叔叔適合我多一點 押族出場 想不到夏天也吃到蟹黃蟹嗎? 對, 蟹黃蟹在日本 有另一個名字叫樹長蟹 由於北海道位於 惡科茨克海峽的側巾 一年四季都捕捉到這隻蟹黃蟹 尺寸是三大明蟹裡面最大隻 多可鮮甜 一點都沒有腥味, 非常好 夠新鮮? 夠新鮮 我們吃完三大明蟹了 對, 這餐真的非常好 試足三天